上一集我們說到 我在東來信一路搖搖晃晃地回到家 其實我並沒有喝大 只不過當時搖搖晃晃地拉著鷹鷹 我覺得這樣很有趣 而鷹鷹就以為我醉了 比平日的時候更加懂事 不但一路小心地扶著我 遇到那些貓貓狗狗之類還幫我趕開 就好像一個女兒照顧著那個喝醉的父親 這種感覺令我感到很舒適 但當回到院裡的時候 我看到有兩個人影 突然一下子跳起來 將我緊緊地抱著 而我旁邊的鷹鷹 就好像一隻被踩尾的貓 全部毛都炸出來 直接一腳向著那個人的肚子踢過去 那個人措手不及 唯有硬摺 結果手一撈 就接著了鷹鷹最兇猛的一擊 也顯示了這個人扎實的功底 而鷹鷹並不是這樣一招 他鬆開了拉著我的手 一個苦衝 直接把那個人撲下地下 緊接著一聲淺麗的尖叫 然後用一隻爪向著那個人的面上 不斷拉過去 他的勢頭這麼兇猛 被他撲下的那個人 差點都反應不過來 一扭個身 就好像一條魚一樣 離開了他的攻擊範圍 輕鬆地避開 而一個人就向著那個人說 喂老陳 你這個小妹從哪裡來的 快點叫住他 不然老耳失手會傷到人 向我說話的這個人 不是就是我老友黃鵬嗎 而在院裡被鷹鷹追著拼命打的 就是我的好兄弟老耳 兩個人半夜三更來到我這裡 在院裡等著我 想來都應該知道我來驚承這個消息 所以匆匆忙忙地趕了過來 這個四合院裡不僅是我的 一共住了五家人 那個小院就很小 一有動靜而已 屋裡就全部知道 日頭的那個大媽推開門 有些不滿地說 喂三更半夜了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吵啊你們 他說剛剛都沒說完 但見一個身影十聲 就來到他面前 拜得好像一隻鬼一樣 還未等他回過神里 只見一個略細的身影 有些十聲出現了 他即時嚇到屁滾尿流 嘭聲地關上窗門 接著連門桌也落了 嚇到他就不斷念南無阿尼陀佛 他心都快跳出來 我見到隔離輪舍都被這兩個人驚動 只怕再搞下去的話 我真的要執拾包袱搬屋 我立刻叫停兩個人 然後把三個人拉進屋裡 剛剛搬屋裡 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茶又沒有水 不過我們都是老友 這些就不講究 鷹鷹這個時候才知道老耳 是我這麼多年以來的好兄弟 他醜到臉都紅了 馬上帶了兩張椅子過來 請客人坐下 自己跑去擦牙洗臉 關於鷹鷹的來歷 我又試講了一次 不過黃鵬和老耳 就不是好奇的人 稍微地問了幾句之後 就拿出了打包好的驚承燒鴨和豬頭 以及一枝瓶裝的二窩頭 拉著我說 喂 雖然你和你茅山師弟喝了一頓 不過我們老兄弟 如果不再喝一頓的話 怎麼都趕不過去 我自然來者不拒 找到原來護主留下的碗筷 在檯面上不斷擺開 然後又試喝了一次 我們一邊喝一邊聊天 三個老朋友好兄弟 自從南疆一別之後 也有很多年沒有這樣聚在一起 一旦聊天 真是有講不完的話 路易只能用福語 他更多時候就是沉默 而黃鵬這個人為人穩重沉靜 不過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他說起當年很多事 也頗多感慨 通過這次談話我知道 黃鵬當年在南疆戰場 也都戰功客客 一直堅持到戰爭結束的兩年前 這樣才翻到西南局 而後面又直接前往中央 在二處行動部門就職 三十幾歲 他就已經是骨幹 無論是周圍還是威望 都足以撐起一片天地 這次行動部隊的編制改革 他也想爭回一席之地 要知道 組長是統領全國最精英骨幹的一批修行者 衝鋒再淺 功勞就肯定很多 如果能夠堅持十幾年 再下放出去累積一些功勞的話 亦都可以做到一省的負責人 如果功勞再多些的話 說不定 成為一個大區的負責人都說不定 什麼叫大區呢? 我們這個部門 就和行政單位有些區別 所有基本上都是按照軍區一樣的編制 一個大區 核管的就是幾個省 真正發生事情的時候 一般都是由大區來解決 實在不行 再上報中央 黃鵬的身後面 他的支撐是青城山 他要爭取這個位置 這是自然的一事 不過這次工作組 總共要選出來的就是三組人 我們之間應該不會有太多的衝突 而且有這樣的對手 也都是我的榮幸 於是 我都預祝他能夠爭取到一個職位 黃鵬對著我說 茅山選取過這樣的時間節點 派弟子入住局裡 真是欺負到好處 相信你師父也希望你能爭取到一個名額 所以你也要加油 我又喝了兩杯 喝完之後 黃鵬望望老耳 他不正經地說了 考核組長的能力 會選出一些最近突發的奇難集案 由報名人抽籤來選擇 然後總局就會派觀察員進行評測 每一個候選人可以帶兩個人進行輔助 老耳,你是幫老陳還是幫我? 老耳放下了酒杯 他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 又望望我 作為一個有語言障礙的人 老耳的確不適合作為一個行動小組的領導人 而且他生於苗寨 他並沒有想取得話語權的需要 他除了需要錢和政策 來改善債裡的衛生、教育、生活水平這些條件之外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訴求 但是這樣相比下來 同樣經歷過南疆之戰的老耳 他擁有著尋常人所沒有的經驗和收尾 一支趕神薩威鵬在手 基本上能夠打低一片 黃鵬出身雖然是青城山 名列頂級道門之中 但是因為青城山當中 他門派實在太多 他又不可以聚在一起 所以他手上能用得到的助力也不樂觀 因此他對老耳的幫助十分渴求 我望望老耳猶如的眼神 這麼多年以來他和黃鵬出身入死 早已結落了深厚的情意 如果沒有我的話 他絕對就幫黃鵬 這是義不容辭的 但是偏偏現在我又出現 老耳的感情和我不一樣 我們同屬於馬律山 我們從小就認識 在老耳長期無法和人交流的時候 我算是老耳第一個朋友 任何的事情 第一個總是最有代表意義 在老耳的心目當中 我是他的朋友 更加是他的兄弟 當初我姐姐出嫁 而我又遠在茅山 不空下來的時候 他毫不猶豫地在南疆戰場請假回來 代我去操辦 老耳現在很為難 而我就左右地望望 也想到隨淡定他們的期待 於是我說了 四月了 你不用擔心 雖然這次考核 我很想和老耳一起 但是你們合作了這麼多年 我也不要奪人之美 不過我事先跟你說明 考核歸考核 以後分了組 你就不可以跟我爭 黃鵬對於這次考核 勢在必行 所以壓力也很大 至於做組長之後的時和 他就不太擔心 於是笑笑了 老耳 那你怎麼看 我提前早決定 老耳鬆了一口氣 笑著這麼說 嘿嘿嘿 他都不怨我了 那我全跟著你吧 三言兩語 大家把事情協調好了 黃鵬有點內疚地對著我說 我把老耳帶走 你這邊沒問題 我擺擺手 哈哈笑著說 嘿嘿嘿 我堂堂茅山大師兄 怎麼會找不到人呢 如果找不到 那豈不是實例死人 我這句說話 令黃鵬也鬆了一口氣 於是也沒有再多想 而是我和老耳繼續喝酒 三個人一直喝到深夜 酒就喝乾 菜就吃軟 再望望茵茵 他坐在門口的椅子上面 就會已經不停地打喊 於是他兩個人才告辭 我喝了兩頓酒 雖然不至於醉 但腦子也有點遲鈍 簡單地收拾一下 我們兩個一大一世 分別睡在兩床上 沒多久我就睡著了 半夜三更的時候 我很口乾 我迷迷糊糊之間 鷹鷹似乎為了我喝兩口水 我就算在做夢當中 也感覺到相當幸福 第二天醒了 我就幫鷹鷹辦理手續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間學校 去那裡插班讀書 結果我剛剛把想法告訴他 他馬上反對 而且語氣很堅定 不行不行 堅決不肯 我一定要陪著哥哥你 我不和你分開 我馬上流汗 接著說 那怎麼可以 我也要做事 如果我出任務的時候 我怎麼可以帶你身邊 鷹鷹嘟嘴 不肯 我可以照顧自己 我絕對不會成為你的婦女 我領領頭堅決不同意 兩個人說了半天 鷹鷹突然又哭起來 哭得傷心欲絕 梨花帶雨 看見也令人心痛 我沉默了很久 終於投降答應了她 我真的不明白 鷹鷹怎麼這麼癡我 但我也明白 對於這個素未謀面的女孩 我有一種好像肥妹一樣的親近情感 今天就沒什麼事做 於是我就帶著鷹鷹去逛京城 故宮 八達嶺 長城 總之哪裡有得玩 我就去哪裡玩 不過來到故宮的時候 並不是很順利 鷹鷹似乎對金壁輝煌的建築 有一種深深的恐懼感 至於是什麼 我就真的不知道 到了第三天 我留鷹鷹在家做家務 我就一個人去總局那裡報道 一路周折 最終被帶到一個在紅磚樓裡面 靠裡面的辦公室 一個光頭的老人家 正在那裡看著報紙 見到我進來 然後站起來 跟我握握手說 哈哈哈 鎮之情吧 你好啊 我是黃紅旗 好了 那這個黃紅旗又是誰呢 我們下集再說